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楠輝 歡迎同時間收看股市未來學 今天是3月31號 尾盤是標準的記底作帳 有沒有人記底作帳 有啊 最後一盤105億的成交金額 往上拉抬了37點 所以指數今天漲74點 那你說誰會去在這個地方 最後一盤去做這個價做帳 就是前面你看是誰往上拉的 今天最後一盤 這105億往上拉37點 就是誰去做價的 這很簡單的道理吧 那到底是誰呢 外資嘛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這一波主要的網上買超的一個 比較明顯站在明的地方 我們看得見的是叫外資 可是外資裡面 各位又忘了一件事情是 外資是包含入資 外資跟入資其實也分不清楚 好 好記底作帳 可是這個成交量 如果你扣掉這105億 只有700多億 700多億 800多億怎麼會漲 所以各位你現在 你之前學的價量關係 是不是要重新再重新學過 有很多人每天跟你講的價量關係 量不夠 所以價不會漲 或者是價量背離等等 這個是不是應該重新 你自己在方法的內省 我常常講的方法每天自己在 反省檢討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要重新檢討一遍 今天上半段我就會把我們3月份 call訓全部的過程 所有組別的會員 所有call訓 所有專人專線 做了幾個動作 做了幾檔的個股 我會秀一遍給大家看 但是我只用一張圖卡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這個對你的選擇非常重要 因為別的老師沒有人在公開 每個月到底做了幾個動作 每個人都說他很準 只有說我不準 其實我不會比很多高手 在電視機前面的這個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自己一個人做 你可以做的比我還更好 我相信 可是如果你站在這個地方 你坐在這個地方 每天跟投資朋友做報告 你能不能把每個月 你帶這麼多的會員朋友 去操作的每一檔的個股 到底做了幾個動作 跟所有的全國的 這個觀眾朋友講一遍 能不能做到 為什麼沒有人做得到 為什麼整個市場上 只有我一個人願意這樣做 我認為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彼此信任的基礎 做得好不好 你自己也可以從中間 你去擷取 你認為你可以用的地方 我等一下都會用個股來說明 所以等一下你如果來不及操 到底我們這個月做哪些個股 哪些動作 你如果手上有手提的相機 你有智慧型的手機 你可以拍照的 你就靠近電視畫面把它拍下來 不要說我沒有講 電子股今天在創新高 這已經是從3月21號 這個位置 如果你自己操作 你也可以知道一下 為什麼這個位置 這個支撐是有效的 打下來 果然在3月27號 你在3月21號先可以抓這個點 3月27號去過高點 果然在3月27號就過高點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是有效的 你自己去操作 你自己做分析 你自己操作的過程當中 你也可以把這個點學會 也是有價值的 速度背離之後 它才會回檔 而且是回檔 紅色的回檔 回檔的風險到底有多大 就像這麼大 就像這麼大 你的風險 在今天在創新高的過程當中 你的風險仍然就是這麼大 所以你把該設定的問題先設定好 就不會忽多忽空 不會突然間看多突然間看空 這個裡面都是基本的訊息訊號 它是基本的訊號語言而已 股市最真實的語言裡面 你自己操作 你也可以把裡面更精密的地方 學得更好 可是個別股 它的複雜度就非常的高 所以有人會說它做得很好 是因為它不管其他的任何事情 反正它一個人操作 它可以什麼股票都去做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每個位置 再看仔細一點 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更好 我舉一個例子 今天投資朋友也有問到的一檔股票 因為它成交量滿大的 它整個成交量都一直滿大的 那有人在這個地方買了以後 今天才問我說這個股票 它買了以後怎麼辦 其實從46塊到34塊35塊 它不讓它10塊錢 10塊錢很多嗎 對很多人來講很多 可是一開始 我都在這個電視上跟大家報告過 它在改變 這兩個紅色的圈圈 對這三個藍色的圈圈 它在改變 這裡是25塊3 25塊3最後漲到47塊 25塊到47塊 但是這個地方開始在改變 比較複雜的是 賞戶先買 也不能說賞戶 融資先買 融資在1月23號這個地方 我提醒大家 這裡賞戶從來沒有這麼厲害過 賞戶先買 法人都不動 外資投信都不動 融資先買 然後融資賣給誰 融資賣給外資跟投信 這個厲害對不對 好1月23號 到2月25號 我說你什麼時候出 如果你自己去買 因為包括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2月25號跟1月23號一樣 融資先買 這裡有融資先買 而且是誰賣給他的 這個2 投信賣給他的 融資先買什麼時候出 我講的是已經到今天 你什麼時候出的問題 我已經把後面已經幫他設定好了 外資 外資出的不時候你就出 那外資出的時候你就出 是不是真的 外資在什麼地方開始出 外資就在這個 實際優標這個地方 外資開始出 融資開始又買 外資開始出 可是這次他不漲了 這次的融資沒有那麼厲害了 從這個地方外資開始出 從2月25號 你就已經設定好的條件 外資開始出你就出 外資開始出你就出 你還可以出在這個附近 所以接下來你說今天怎麼繼續看他 我也只能一步一步的看 我不是算命的就是說 他接下來到底能夠不能讓你解套 他會不會回到45塊46塊讓你解套 我們只能說我們一步一步的去看 有一些原理原則他是不會變的 這個胖達人我再拿出來講一遍 胖達人從212塊一路跌 然後跌到最低31塊6 212 31.6 這個中間的過程 他不是一下子就從200多塊跌到31塊的 他是有一個過程的 這個過程裡面 你在半年前 已經幾乎就是半年前了 半年前你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你學會了這個最基本的東西 這裡他不是一個買點 這裡都沒有改變 從212塊跌跌跌跌到他事情發生以後 胖達人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他還有來到890塊 來到100塊有一次 然後你看到的這一天至少還有74塊 74塊再跌到31塊32塊 74到31塊6 這個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 都沒變 這個基本的原理原則他都沒變 所以你怎麼會不會呢 一定會 各位投資朋友你一定會 再來 今天有人談到一檔股票 好強 漲停板 可以不可以買 漲停板可以不可以買 你先把他的位置 其實我開盤前 我就已經把他的位置調出來 這個位置頂多是像這裡整理 對這個地方整理 對這個地方整理 整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外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開始要看 第四季的財報 你說第四季的財報 已經是去年10、11、12 好像已經慢了三個月了 不要嫌慢 你去年11月看到的 去年的第三季財報 你也慢了好幾個月 可是你去年11月19號跟11月20號 看到的上個禮拜 你都重新再複習過了一遍的 全部所有的個股 每一檔 我當時送給大家每一檔股票 他後來過了好幾個月之後 他都還在 有的股票都還在創新高 表示說你當時看到的 不是一個財報的表面 而是你現在看到財報背後 他醞釀了什麼樣的一個機會 對跟不對 你方法對跟不對而已 所以這檔股票用第四季 因為第四季財報 其實我大概明天 全部都可以計算出來 53塊 35塊 這並沒有偏低 新距 2020的新距 它的股價來到今天 雖然漲停板 我不是說它會跌 但是它的股價並沒有偏低 這個是你自己可以用到的 上個禮拜四 我說很多人會來跟你談 6286的利期 因為上個禮拜四這個地方 連續兩根紅K棒很強嘛 它也有創新高 它今天也持續在創新高 可是對我們的操作來講 你說有沒有符合 有沒有符合這個中線的起點 有啊 禮拜四禮拜五 它就已經往上漲 它就已經有這個雛形出現了 它在這個位置上面的一個突破 可是就第四季來講 它最新的財報看到的是 180跟96 這個目前的市價並沒有偏低啊 所以各位你知道嗎 我現在給各位的一個財報黑馬 它是有難度的啦 你1000多檔股票裡面 你要找到目前市場的行情 比較便宜的 它真正叫做便宜的 你計算出來結果發現說 它的股價是偏低的 股價偏低它算是便宜的 這個很難找 我希望說明天找到之後 就能夠快速的 給我們投資朋友 進去做布局的動作 聯軍一路上來 來到117塊半 用第四季來講 它也沒有算便宜啊 也不算是便宜 所以這裡簡單的操作 你就不要去追它 你已經進入到另外一個位置 你就不要隨便去追它 這個是有一個視線的想法 那麼這個所謂的 我們明天要用到的財報黑馬 每年中藥的標股的歷程 我不是想要跟大家做任何的一個 我是邀請各位沒有錯 我是誠懇地邀請各位沒有錯 可是不是做任何的承諾 有我找到好的股票 我一定會推薦給我們投資朋友 可是有沒有符合一些技術的條件 我們會進一步的去做說明 那也不是說每一檔股票 我都要把它放在 我們的會員分析附錄當中 因為現在有太多人在看 我每天坐在這個地方 我就在這個位置 我每天坐在這個地方 這裡面有很多外資 你說這些外資 他們做股票都一定最厲害 都會賺大錢 未必 我所看到的也未必是如此 可是不管是外資也好 或者是一些我們的投資朋友 或者說我們自己 我們用了比較仔細的一些方法 找出來的一些個股 它一定有一些優點 它有一些好處 至少我還敢跟大家講說 你怎麼講說你的股票多標 你多會操作 你多厲害 我認為大家都這種講法都不公平 你每天講 可是你能不能把你全部 每個月全部 抗訊的過程講一遍 各位準備你的相機 你如果需要拍你就拍 你不需要拍你就不用拍 因為我不會每一檔股票都去講 因為那個浪費大家的時間 可是我們三月份的行情是這樣子 三月份是上去下來再上去 三月份我們所有抗訊 跟專人專線的個股 從台辦日月光 日月光你都看過 南訪提醒過 我都公開在這邊提醒過 紅證我們是說調節賣出 國際做一個調節還有此股 經濟做一個短線設計 然後剩下的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很厲害 都很標 包括這裡面甚至於有虧損的個股 可是一個月下來 如果你一個人操作 你說16個動作 15個 這裡總共15檔股票 15檔股票有進有出 你如果一個人在操作股票 一個月當中 15檔對一個人來講是太多了 比如說你一個個人 不管你的資金是1000萬還是1億還是100萬 15檔股票對一個個人是太多了 可是對我們四組會員 包括加上專人專線 算起來一個月當中 15檔個股有進有出還嫌少 對很多投資朋友來講 其實這個月的動作還是嫌少 可是接下來在財報明天 我的電腦設計出來的 我是花了很多精神 然後也花了一些成本 請專人設計出來一個程式 跑出來的一個結果 裡面如果有好的股票 我相信4月1號一開始 我們又有一個好的開始 所以兩分鐘後回來我繼續談 我們有一些個股的看法 跟大家做一個了解 待會見 很棒 太棒了 �리 你看 很棒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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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嗎 好 台北湾系列 江南大宅 280-9898 干杯的呦 真 故事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全程接线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评报 为了临行复杂难点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彼此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真 故事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全程接线02-8101-0600 这个任何语言 投疼 请用欲分柱 去期贴 请用欲听五分柱 五分柱 快够好 爸爸 儿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的打鼓也是 来用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行情的看法我们用电子股来说 电子股今天再过高点 这已经第三度背离 背离不表示它要跌 我再强调一遍 各位你以前所学的方法 背离就是要跌 不是 背离它代表说 它过高以后 它第四次第五次之后 它有可能一个回档 这是做过去这几个月的惯性 如果你前几个礼 上个礼拜有看节目 你上半段有看到这个我画的图形 各位大概知道意思 可是电子股里面 现在很麻烦 因为就今天的盘面当中 有些强势的电子股 当它未来几天转弱的时候 它是在做一个指数公高以后的反市场 这个反市场你要特别小心 但是有些个股 这段时间它有点弱 有点弱 可是当它在走强的时候 表示说洗盘 有可能你的股票被洗掉了 所以我们干脆用一个 这个涨涨跌跌当中 尤其是个别股的复杂度 我们干脆用个最基本的数字 财报 现在今天公布的3月31号公布的 最新的第一世纪跟去年的年报 我们跟时间来赛跑 什么叫做跟时间来赛跑 就是说用最快的时间尽量把答案先找到 不要再浪费一个礼拜的时间 再去找说哪些股票便宜的 哪些股票便宜然后可以去注意的 让你又浪费一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我是在跟时间赛跑 各位明天就可以仔细去看 那我不会全部都公开 我一定要先做布局 当然是有好的股票 我才会去做动作 但是怎么做它道理还是一样的 国统第三次这个点 我上个礼拜再提出来跟大家讲 它没有跌破对不对 你在这个地方买31块1 30块6 你买了以后 增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它今天再创新高到61块7 那你不能再等这个点破了 这个可能已经来回又差了十几块 所以上个礼拜我就提醒大家说 你可以把你的价位的设计再拉高 这个你自己操作 我相信大家都会 大家都会 价位上的问题 只是说一开始的点 就很多人不会了 这个就难了啦 为什么这一段跟这一段一样 一开始这里就是31块 30.6到31块1 两天的时间 为什么这个点跟这个点是一样的 这个如果你自己操作 你把这个位置学会 至少你可以多一个参考的一个方向 那每个人现在跟你讲眼光 不知道股票从哪里出来的 不知道它的标股是从哪里来的 那就跟你讲 因为它很有眼光 我要告诉各位 有眼光一定有人先知道 你有眼光也一定是有方法看到 你有眼光一定是有人先知道 如果只有你知道 独门的独家的 这个股票很神秘 只有我知道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因为你说独门的独家的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 那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涨一倍这种事情 它就不会发生 一定有人先知道 那股票市场里面 只要有人先知道 它一定会留下一些蛛师马迹 只是我们用什么方法 事先领先市场去看到而已 所以上一次水资源 我是用这样的图款 跟他做说明 那我也跟他报告过很多次 当我用这样的一个图卡 在说明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未来 你要去注意的方向 那这个方向里面 礼拜五我没有谈到另外一个 微型投影机 微型投影机已经发展了 至少三四年的时间 光这个绿色雷射 已经有人等了三四年的时间 那档股票让大家等了三四年的时间 也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今天有人问 我是不是要去买 这个绿色雷射 这个绿色雷射 我是不是要去买 我为什么这里画一个红色的虚线 红色的虚线 就只是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包括我们的投资朋友 你知道 你也要去等到 它整个中线的起点确认之后 我自然会提醒大家 怎么去做动作 而不是说你手上有一些现金了 你有一些股票卖掉了以后 你很多现金你不知道说 一定要去买什么股票 不用每天急着要去买股票 这一段话我会永远记得 因为未来十年我认为 你的数据也好 我的数据也好 你的方法也好 我的方法也好 到底能够给这个社会创造多少价值 我现在是在做 我不是用嘴巴在讲 第一个你现在会看到的 你明天会看到的 财报黑马这里面的数据 这些数据其实只是未来 我要用很多的数据 给投资人创造价值 我要做这件事情的第一件事情而已 第一个动作而已 你明天开始看到的财报黑马 开始用电脑计算出来的数据 只是我要带给社会的一个价值 第一个动作而已 以后我们所论述过的任何的方法 我都还会用数据的方式 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整个广大的社会的投资人 更多更方便的使用经验 因为现在叫你自己去算 你说三个月前你去算 四个月前你去算 这个24块多 后来涨到哪里 涨到49块7 23块多在这里 23块多就在这个地方 涨到这个地方 你说我自己怎么会算 对啊 很多投资朋友其实这一段 他后来从74块涨到127块 这个也是大涨 从66块多涨上来 你怎么会去算 22块多到40块以上 没有时间去计算没有错 所以我们要跟时间赛跑 我们要跟时间赛跑 我不许成本 但是我不会去赠送 各位记得这一次的财报黑马 我暂时我不会用赠送的方式 给我们广大投资朋友 因为毕竟这里面 有一些投资朋友的权益 有一些私房股 同样的我要问大家 明天你准备好了没有 明天我要尽力去准备 我也诚心诚意的 想要为投资朋友尽一点心力 可是你也不要说 你都不把资料送给我看 不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说很多事情 一定是有一个先后 很多投资人的一个期盼 我也希望说 能够在明天开始的 未来这一个多礼拜当中 我们好好一起去掌握 时间关系会归服到这个地方 任何问题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直接做一个洽询 明天再会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程车线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资料 为了您先复杂难免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真 故事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 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传承车线02-8101-0600 我是赵小龙 有好教育 才有好国民 有好国民 才有强盛的好国家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深田药庄高纯度 剥尿酸面膜